俄罗斯国防部24号发布最新战况信息 过去一昼夜 俄军利用空机导弹打击了三个指挥所 36个有生力量和武器装备集结点 6座武器弹药库 其中一座大型仓库 储存有美国制造的 155毫米口径M777榴弹炮 俄罗斯国防部称 俄军战机还打击了两个指挥所 三座武器弹药库 80个有生力量和武器装备集结点等 俄国防部当天公布了 天王星6机器人工兵 帮助顿涅茨克武装 在马里乌布尔清除地雷的视频 目前该市正在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但部分地区仍然处于危险状态 另外赫尔松州军民政府副主席24号说 不排除在赫尔松州境内 设立俄罗斯军事基地的可能性 但关于该问题还没有做出决定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2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 乌军在西部利沃夫州 与俄空降部队发生战斗 乌军在战斗中击毁 俄军第76空降突击师的两辆战车 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 莫图兹亚尼克同一天表示 俄军正在试图建立 对顿涅茨克 卢干茨克 和克尔松地区的完全控制 乌克兰真理报24号报道称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表示 目前认为俄乌冲突的转折检 将在2022年8月 届时乌克兰将获得足够多的重型武器 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同一天 在接受论据与事实报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由总统指定的目标 都会实现 没有别的可能 另据路透社报道 俄外长拉夫罗夫23号表示 俄罗斯正努力摆脱对西方进口商品的依赖 未来将只依赖于可靠的国家 拉夫罗夫还说 如果西方国家想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 俄方将考虑是否还有这个必要 拉夫罗夫还向西方国家表达了不满 他称这些国家决心改变国际关系规则 损害俄罗斯利益